料子也好 怎么样 喜欢吗 很喜欢 夫人看什么呢 你的脸色怎么不好啊 最近可能睡得不太好 我朝里很忙 也没时间照顾你 我得上朝了 夫人 你注意吃药 早点休息 多谢您挂念 我会好的 你 你怎么这么大胆 万一他要回来那怎么办呢 回来就回来吧 我哪管他了那么多 他还真是个当官的 说话论套 竟说些空洞无聊的废话 他要是能当平章知识 我 起码是个宰相 累了吧 什么事对你来说 都太容易 这回啊 让你受受苦 那得看为谁受苦 受得值不值得 为了你 就算值了吧 走 今天什么日子 八爷出气啊 你怎么了 你上哪儿去啊 上哪儿去 去赶考啊 我来长安干什么 你回来 对了对了 我托你的事情 别忘了跟你丈夫说啊 忘不了 诶 等等 听说 宫里的小黄门 一步行贿 很多事情是办不了的 就凭我 有什么事办不了 诶 诶 今天晚上回来吗 不知道 你等着吧 禀告公主 有个叫张一芝的求见 说是考生 张一芝 张一芝 是有这么个人 怎么连考试都晚了 这样的人能成什么大事 转告他 让他回去 明年准时来 是 诶 站住 你就让我进去吧 求求你了 你看 我从离家到现在 觉总没有睡 就这样跑到长安来的 都怪我的马 好好的居然给跑死了 你行得方便 让我进去吧 张公主 我也没办法 里边发话了 让你明年再来 明年 那我今年怎么办 我来一场容易吗 诶 那是什么 那就是咱们的监考 太平公主 看来我今年是走不了 给我 给你 给你 给你什么 玉琢 不是说好了吗 你这人怎么 我现在喊 还来得及 你 我从没有想到 自己那天 在电视走廊上的行走 滚吧 会成为另一个人 愿望的起点 从那一刻起 我以后的感情生活 像一件优美的猎物 被一个叫张艺之的男人 秘密地规定了走向 互利制度是我的过错 我向你们道歉 向你们